春季养生,以始至生。 既然前面写了夏秋冬三季如何养生, 干脆把春季养生也写下吧。 关于春季如何养生, 皇帝内经素问四季调神大论篇里有这么一顿话, 春三月,此未发尘,天地巨生,万物已荣, 夜沃早起,广不于庭, 背发缓行,以始至生。 生而勿杀,女而勿夺,赏而勿乏。 此春季之应,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山甘,下为寒辩,奉长者少。 这段话看似简单,但并不好懂。 我同样来个糊涂一板的翻译, 希望能帮助大家弄懂春季如何养生。 春季三个月,是指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三月, 从历春开始到历夏结束。 拿2011年来说, 就是从阳历的二月四日五时开始, 到五月六日银时结束。 这三个月,可以说是发尘, 陈旧的发散了,变成新鲜的,有生机的。 所以这三个月,天地的生机,生气, 都一起逐渐生发起来了。 这个陈旧的陈,就是糊涂一在前本文章 《冬季养生,无绕乎养》里说的 冬天没有养藏好, 春天生发之气, 就无法彻底的那个东西。 一个人如果冬天没有养藏积累, 储蓄好精气神, 春天的生发就乏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 与天地的契机是相匹配的, 这就是天人合一的真谛。 我们中华文化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生命观。 我们的老祖宗, 在参天究地, 反观内视的生命实践中, 认识到人体是个小天地, 它与整个宇宙的大天地息息相关。 所以古圣先贤才敢提出来, 我们人类的生命可以与天地同修, 与日月同寿。 这是西方文明所不敢吹, 不懂吹的牛皮。 当然, 这里的陈, 也包括陈旧的老病根, 所谓百草回崖, 百病发作。 说的就是春季容易旧病复发, 尤其是偏头疼, 哮喘, 咽炎, 高血压等病。 若冬天没有养藏好, 春天也不注意的话, 就特别容易发沉, 旧病复发。 春季的特点, 是天地的阳气开始生发, 万物复苏, 天地之间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根据天人合一的原理, 人体的阳气也顺应天地, 向上, 向外, 发芽舒展。 因此, 春季养生的要点, 是让春之气机向上, 向外舒张, 不断充实, 壮大人体的阳气, 尽量避免损耗, 阻碍阳气的生发。 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要做到夜卧早起。 有些养生名人把夜卧理解为晚睡, 少睡, 认为春天应该睡少点, 晚上晚睡, 早上早起, 这是完全没有理解圣人本意。 早上早起是对的, 因为早晨草木释放的是氧气, 早上起来进行有氧运动, 广步于亭, 在栽有草木的庭院里或林子里大踏步行走, 轻松洒脱地顺应春天的生发之气。 而夜卧呢, 则是指到了晚上, 花扫树木释放二氧化碳了, 要尽量在屋里静养, 别去外面运动, 好痒了。 晚上别一上床就睡去, 要先练练卧工, 养肝护胆地睡工, 而不是说让你晚睡熬夜或少睡。 早起之后呢, 则要背发缓形, 以食制生。 这是啥意思呢? 背发, 就是把头发散开, 古人的头发一般都是绑竖起来的, 春天到了, 则最好把头发散开, 让它去自然生长。 在春天里还要多多梳头, 没有檀木匠呢, 可以做做梳头工, 即用自己食指尖, 从额头往脑后勺梳头, 这由宣发抑制, 舒畅气血, 使阳气舒展调达的功用, 与春气相应。 因为春季是自然之气萌生的生花季节, 人体的阳气顺应自然, 向上向外舒展, 毛孔向外舒展, 循环系统加强, 代谢旺盛, 生长就快。 春天多做梳头的功课, 可以使头部得到滋养, 还能缓解春天的老病根, 偏头痛等毛病。 梳头还可以散风湿, 使头发乌黑, 同时可以起到舒缓脑血管硬化, 见脑提神, 解除疲劳, 延缓衰老的作用。 缓形, 就是要放松身心, 比如穿宽松的衣服, 做轻柔舒缓的运动。 春季在春衣上要注意遵循 春午秋冬的原则, 因为春季是风气主令, 风为百病之斩, 在引起疾病的外感因素中, 虚贼邪风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所以春天要无好, 以避之有时。 春季养生的关键就是防风, 尤其是早晚用工静坐的人, 更加要注意防风。 静坐时, 要注意腰部和膝盖, 脚心, 保暖, 特别是早上用工, 要注意把大锥穴附近的汗水 及时擦干。 因为春季天气转暖, 温热毒邪也开始发沉, 大锥处最意味风邪热毒入侵。 以前一家常要求门人弟子们, 避风如避剑, 尤其立春之日, 用九宫八卦推算, 风应该从东北方向吹来, 才是顺令之风。 其他非顺令之风, 一概要退避三舍。 大锥一出汗, 就要立即擦干, 千万别让不顺令的风吹着, 视为制药。 不论是背发还是缓形, 说到底, 都是为了顺应天时。 在春天里, 让身体轻松自在, 让体内阳气向上向外舒展开来, 夜卧、早起、广步、 背发、缓形, 这五件事, 都是顺应春季的生发之气, 其目的就是一世制生。 使自己的意识情质, 精神焕发, 如春季万物般聚融起来, 而不是像上一个季节冬季那样, 使之若福若匿。 我们知道, 中医认为, 智藏于肾, 一个人的意志志向的大小, 乃至适应的成功与否, 几乎可以说, 都是取决于一些肾经的充足与否。 冬天里藏了的圣经到了春天, 就要让它复苏生发起来。 过去一家单家教徒弟, 这个季节是抽坎田里, 生发生命真源的最佳季节, 原因就在这里。 所谓一年之季在于春, 春季是仪式制生的黄金季节。 冬天没有养藏好的人, 如果春季能够尽快做到仪式制生, 比如生发起健康快乐的情志, 春季就不容易得病。 好比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 如果已经懂得励志, 做好人, 好事, 一生就容易有善缘, 好运。 养生, 修身, 治国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 春天万事万物都在生发, 人体这个小宇宙, 与大自然大宇宙相应也在生发, 所以这个季节不能动杀生的念头。 杀生是任何圣人之教所不允许的, 尤其在春天, 更是要生而不杀。 在春天里, 二六十中, 心法意念都应时时紧记 像春天的契机那样, 在心里多多培养心心向荣的生发契机, 善呼念周围万物。 哪怕是一朵春天的花, 也不要轻易去采摘, 而应该尽可能去浇水保护, 秋天才能够收获累累所果, 同时也能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不杀生说到底就是不侵犯, 不仅指不去侵害众生的生命, 还指不去侵犯别人的信心与希望。 所谓公堂之上好修行, 对于身处高位的人, 春季是养生, 养护生命力最好的季节。 对下属要多多鼓励, 尽量不要轻易吵人鱿鱼, 周围一团和气, 有利于事业, 也有利于健康。 这看起来似乎与养生没多大关系, 其实细细品味, 还是可以领略各中三昧的。 多年前, 我的一位老师曾开示过胡图一这样一句话, 养狗与治国, 看似风马牛不相及, 但各种道理, 非物质道者无法理解。 春季的养生心法与养生效果, 亦如养狗与治国, 非物质道者不明义。 在春季里, 对于身边的人, 要尽量温言未语, 让人感觉如遇春风, 多多给人信心欢喜, 处处给人方便希望, 让周围的人和物都从你这里得意, 这就是与而物夺, 生活自然和谐, 身心也就放松下来了, 不至于甘气预激, 如此才是真正的养生。 在春天里, 如果懂得常常给人赞美、赞赏, 尤其对家里的小孩子, 自己的门人弟子, 他们就像春天一样, 处于生长舒展的季节, 要常常赞叹鼓励栽培他们, 如此人生的春季, 才不会白白度过, 这就是赏而勿乏的道理, 这个道理明白了, 勤而行之, 就是最自然的养生之道了, 如此这般, 才是春气之应, 与春天的气急相应, 也才是养生意志之道啊, 如果不这样做, 就容易在春天里伤了肝气, 所以才说, 逆之则伤肝, 为什么是伤肝, 而不是伤别的脏气呢? 因为春天属木, 肝在五行中属木, 季节属肝, 肝气应于春季, 所以在春季, 最适合练习虚字诀以养肝, 具体请参与胡图一的文章, 保护肝胆的妙法, 虚字诀可以早晚割练一遍, 对于没时间的上班族, 平时对着电脑, 也不妨扭头离开电脑一会儿, 怒目远睁, 做做虚的口腥, 这也大有必义, 可以起到清肝明目的作用, 春天要是伤着了肝气, 肝木受伤, 就不足以生火, 而夏天熟火, 所以说春天如不养好肝气, 就会导致夏围寒变, 夏天怎么会寒变呢? 就是因为春天肝木的生发肢气 没有养足嘛, 这个生发肢气不足, 必定导致夏天养长肢气缺少, 因此才说奉献给夏季的养长肢气缺乏, 奉长者少, 可见养生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环扣一环, 无法偷工减料。 我在这个四季养生系列的文章里提到, 夏季养长, 秋季养收, 冬季养藏, 春天则是养生, 前面夏秋冬三季养好了, 春季也就自然养生了。 以上谈的是春天养生的心法、 原理和技术。 我在前面的系列文章里, 几乎都没有谈到饮食方面的调养, 但留意到有不少名人, 在谈及春季饮食方面时错漏百出, 干脆也说一说春季饮食如何调养, 以正视听。 春季在饮食方面要注意遵循养羊的原则, 适当进补一些补羊的食物。 许多讲养生的人都以为酸入肝, 春天熟肝, 主张多吃酸味, 这是错误的。 酸味的确入肝, 但酸味有收敛之性, 有备于春季生发而不收敛之契机。 所以春季不应该进食酸味食品。 相反, 春季阳气出生, 适宜进食心肝之品以补羊气。 什么食物比较补羊呢? 根据一家什么便宜吃什么的讯事, 春季里最便宜的食物, 一般都是补羊的理想食物。 因为当季的食令食物应春季的契机生长出来的必定产量大,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公共遗求价格必降。 所以这个季节最便宜的食物往往越适合人体需要, 比如韭菜、 葱、 蒜、 芹菜、 季菜、 薅菜等。 历春当天还比较适合吃南瓜, 中国北方有些地方有 打春吃南瓜活到八十八指数, 此外还可以多吃大枣、 香菜、 花生、 豆芹等。 有慢性病的人, 春天要注意少吃新发的食物, 比如香菇、 公鸡等。 一家还密传着历春之日的食疗方, 因为要吃到保护动物就不提倡了。 春季还可以多喝明前茶, 清明前采摘的茶, 常饮春茶可以生津、 提神、 解毒。 尤其是常常面对电脑的人, 明前茶含有丰富的枝多糖物质, 对造血功能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能提高白细胞, 有很好的抵抗辐射危害功能。 祝福大家春天生机勃勃, 健康发财。 万里春风吹佛面, 一轮红日照缠心。 请问开中文章, 像是吗? 感谢观看